8月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美国试图通过加征关税来削减贸易逆差的做法是误入歧途。 在距离美国白宫两个街区的IMF总部大楼,奥布斯·特菲尔德和他的研究团队一直密切关注,这美国贸易政策和全球经济形势发展,从去年初提醒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到今年4月份警示贸易冲突,可能令全球增长脱轨。 再到上个月警告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成为近期全球经济增长最大威胁,奥布斯·特菲尔德对全球经济下行,风险的担忧于日剧增。 尤其令他担心的是,特朗普政府对于贸易逆差的错误认知可能会导致更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出台。 不仅无助于解决全球贸易失衡,反而会加剧贸易紧张局势,并损害全球经济增长。 如果对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本国进口将减少,经常账户状况将会改善,这似乎是符合直觉的。 但事实上是误入其途。 奥布斯·特菲尔德说,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投资商业内幕,这位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多所美国知名大学执教,在国际经济研究领域,享有很高声誉的经济学家解释说,如果美国对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美元汇率可能走强,意味着美国出口产品变得更贵,不利于美国出口。 同时,美元购买力提升会增加内需,而这将促进美国进口,并令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IMF的研究显示,贸易政策的调整对于贸易失衡,并不具有显著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不在贸易本身,而在于宏观经济。 奥布斯特贝尔德说,美国的减税增值等财政刺激政策,将推动美国更快加息,美元走强,并最终令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美国商务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总计2912亿美元,同比增长7.2%。 这表明,加征关税不能有效缩小贸易逆差。虽然特朗普政府宣称巨额贸易逆差令美国利益受损,但奥布斯特贝尔德认为,贸易逆差并不代表其他经济体欺骗美国或者美国利益受损。 相反,贸易逆差是美国从国际贸易中实际获利的关键一部分。 他举例说,虽然美国进口履财产生了贸易逆差,但便宜的进口履财有利于美国飞机制造和出口,令美国或许更大收益。 双边贸易收支更多反应的是国际分工不同,这正是各国发挥比较优势,都从贸易中获利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奥布斯特贝尔德看来,国际贸易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互利共赢。 他警告,如果将贸易看成零和游戏,就可能会带来贸易战风险,最终损害所有人利益。 他指出,受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欧洲采购经理人指数中的出口订单已出现下滑,一些经济体面临关键原材料供应不足和交货推迟等问题。 此外,严重的贸易限制,措施还会影响劳动生产率、企业投资和投资者信心。 如果当前贸易争端得不到有效解决,他预计全球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将向下调整。 IMF最近发布的研究显示,按照最严重假设情景,即目前已宣布的关税和反制措施,全部生效,并损害全球投资者信心。 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在关税生效的第一年比基准预测降低0.4%,第二年降低0.5%,第三年降低0.4%。 奥布斯特费尔德建议,贸易争端方各退一步,想清楚各自的目标,然后在多边层面进行协商,共同努力完善世贸组织等多边贸易体制,并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新华社高攀杨承林郭一纳